各位同仁、各位媒體先生的消息,我們有請高部長 請高部長 學委員長 部長好 剛才您在回答李同好委員的問題的時候有講到說 如果中國的軍力提升的話 那我們鎖住的時間就縮短 然後我們請求外援的時間就 這個等待外援的時間就拉長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中國會去阻撓每日來協防台灣就對了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我們從這個 目前的各項資料顯示 解放軍他現在強調的所謂的這個區域句子 跟反介入他的目的 他的意涵就在這裡 對 剛才一聽我就知道部長已經點出重點了 他其實是要阻擋每日來協防台灣 然後縮短他攻台的時間 那我們國防部對這一點有沒有破解之道 這個部分今天所有的問題 剛剛都是委員提的問題 不管怎麼變 最重要的還是我們自我的防衛力量 自我防衛決心最重要 是 這個部分我們相關性的武器發展 最重要的還是針對性 如果在大家的作戰戰略思維還是用傳統性的 這個就不符合以小博大的最重要的意涵 所以我們武器的發展作戰的方式 應該考慮到創新與不對稱 這才是我們目前必須掌握的一個方向 現在剛好是五月天 1721年 朱一貴事件 那時候清朝前藍廷征 派七千部隊 一萬七千部隊 來對抗 來圍剿朱一貴事 那朱一貴的部隊大概有十萬 但是齁 七日課台 七日課台 所以中國現在一直 宣揚他一定有辦法七日課台 部長我們現在如果中國真的打的話 我們能不能撐超過七天 現在委員報告 剛才委員特別提到1721 那麼 我常常勉勵我們的幹部 這個1895那些秀才都可以撐很久 我想我們 你講的是吳湯興 我同行 我知道 我非常清楚 你要一直叫我秀才要當兵 中國如果換台 我立刻回隊部隊 對 所以我向委員報告 我們的自我防衛的決心最重要 沒錯 我們應該現在比以前應該更有信心才對 所以一定超過七天 可以撐超過七天 所以我想用這個時間比 剛才委員講的1721 我想我們現在應該不會比那些 這些老主中還更差才對 沒錯 講得很好 的確是老主中 足以貴是我們老主中 然後我們不會比他更差 因為他那時候是帝哥道菜德 帝哥道菜德跟清朝的祭兵 打了七天以上 最後一戰在哪裡 就是南科基地 就是我祖先的耕種地 這個是額外化 我現在要來請問 就研發的經費 台灣的研發經費 在我們國防預算裡面 佔多少比例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預算 根據 一般是 一個方面是產值 一個是研發 就是我們投入研發的 人員 設備 這個 費用等等 在我們國防預算裡面 大概有多少比 請中科院給你說 說明一下 我們目前這個研發的人員跟數量 比例就好 我的時間不是很長 比例到多少 近十年平均的研發的經費 是百分之二點多 二點到多少 我記到百分之二點八五左右 將近三 是在做研發 這十年 這十年是研發的 好 那中國 他在國防的這個研發方面 佔他的國防預算多少 因為他是隱藏性數字 但據我們的了解 應該是兩位數字 那十幾喔 那你看我們不到他六分之一 不到他六分之一 那這樣我們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當然研發後面就輸他了 部長我們這裡有沒有辦法 來做一個調整 國防預算的整體的調整 是一個全面性 根據 我們 整個國家的總體預算 必須考慮到全面性 再加上經濟的問題 我想我們國防部會配合 但是有一部分是研發 有一部分是外購 所以在研發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逐漸的來提升 所以希望三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繼續增加 即使提升到三 也比中國的兩位數 還是四分之一 所以今天問題 一樣的道理就是說 我們今天是不是要落入這樣一個武器競賽 今天造成其他的問題 今天不是沒有 我們相對性看這個雷根時代 他們採取的這樣一個星際作戰的一個概念 造成了蘇聯的解體 主要是他也花了太多的預算 去做武器裝備的競賽 我想我們並不是要跟他這個武器的競賽 而是我們研發的投入 是我們國軍戰力的主要來源 我們總不能再跟祖先一樣 用蒂哥倒菜得來跟他打 所以研發是我們台聯黨非常願意去支持國防部 在研發方面再增加預算 如果不夠的話你就跟馬政府反應 邊我們絕對不會跟你刪 因為這個研發是可以在外加上去 為什麼 因為很多國防的研發其實工業是可以用的 工業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們是應該在研發方面 這個一石二鳥 這樣是最有經濟價值 那所以我們現在研發方面的比例這樣低 現在我記得我當兵的時候 我們清國化戰機剛研發出來 美國就是同意賣給我們F16AV 那現在F16CD它不賣 現在您提到這個經過號的提升板 那經過號提升板現在到底它 跟F16CD差距有多大 我想這兩個是不同性能的 因為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先讓F16AV型的性能先提升 那麼我們在做這個想展案 也就是IDF它的性能提升的部分 我想這個都是考慮到 因為它的兩個基本的設計是不同的 我們原來就是我講最簡單的 它原來的電子系統是類比式的 現在都是用這個數位化 這都是應該做一些調整 因為它的原來 經過號戰機 對 經過號戰機它原來是類比式的 現在把這些電子系統要改成數位化 所以這個要改為這個電子 就是這個部分的提升的部分 是一個最重要的想法 那它跟F16CD差距有多大 沒辦法比較嗎 這兩個是不同的比較 需求不一樣 是 但是我們現在是需求F16CD嘛 那表示經過號不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現在向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最接近的方式就是 AF16CD型 AB型戰機的性能提升 就比較接近於這個 現在的這個CD型 是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國軍裡面官兵有70位官兵 是配偶是中國籍 配偶是中國籍 那請問部長 一個比較勁爆的問題 這70個人他一定會談戀愛 他不是沒做之合 請問部長 我們國軍裡面交中國籍女朋友的 交中國籍女朋友 你有沒有掌握人數 不要笑這是事實的問題 對我們曾經發現過 這個有一位軍官 跟一位這個來台灣的一位記者 有交往 我們都有掌握 這也是這種情形 現在有涉及中國籍女朋友的人數 大概多少 這個部分 詳細的部分 我想請政戰局 有數據就提供給你們做參考 對 這個我手頭上可能 你不能跟我講沒有數據 因為這70個不可能沒做之合 突然間就結婚 他一定先談戀愛 那麼以現在的談戀愛成功率 能夠談出70對出來 那表示你朋友更多 對不對?我這樣推 有道理 部長 像委員報告 剛才委員提前面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所了解 這些人的婚姻 他都是具備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這沒關係 我現在就是要女朋友交中國籍的 我們國軍現在多少人是交女朋友是中國籍的 部長你不能跟我講說沒有掌握 沒有掌握 我們現在這個情報作戰就已經做假了 我們有掌握會向委員報告 多少 我現在手上沒有 這麼多不曉得 全軍都沒有人能夠跟我答覆吧 謝謝 朋友的定義是什麼?說不定 委員也跟大陸的異性做通信也不願意 你不要亂講 我太太會聽到 謝謝 這個要去調查 是是 尋找時間